歡迎收看 你們心裡那時候有沒有想到 天啊 我到時候在鏟台上 你知道 使妙其妃 然後人家說 那星光大道滿好看的 沒有 別人問嘛 就那衣服蓋在這裡 然後你就覺得 下面就全身涼涼的 就全身涼涼的 然後就覺得 就像是那種電仔豬的感覺 是 然後這時候旁邊有個男生 就是好像是助理醫生 可是他站在我旁邊之後 我就發現有人開始幫我剃毛 我心裡想 是你幫我剃毛 一個男生耶 我心裡想算了 老娘反正下體都被人家看光光了 那是害怕的耶 女人在生產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老公應該要陪著吧 裝忙 那我老公在整理 你啊 醫院病床 我們就讓醫院檢查 他在幫我弄醫院的病床 我一開始我是站在老婆後面 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我就開始躲到補兵 好勇敢喔 這個醫生後面真的就精采 因為好多東西出來 我們其實是一個寶寶 好的東西 我們有大便嗎 有胎盤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準時收看 我們的姊妹掏心話 今天呢 我們這個攝影棚裡面 喜氣洋洋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龍年呢 我們有很多的龍寶寶來報導了 那當然呢 其實寶寶報導這個所有的父母 在看到那個新生兒的第一課 一定都是充滿了喜悅 激動 眼淚 歡笑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這個見完課之後 關起門來呢 要面對這個日日夜夜的 不管是要餵奶啦 換尿布 突然他又要這個拍檀啦 拍背啦 然後突然刷齊賽啦 這個都是爸爸媽媽要來面對 所以今天這三位呢 我覺得是勞苦功高 而且只能預告 他們辛苦的人生 才剛開始啦 大家要欣賞媽媽 廖家儀 鍾心凌的柯以柯以柯 今天的姐妹超友 廖家儀兒子五個月大 鍾心凌女兒三個月大 以及柯以柔兒子三個月大 柯以柯以柯你太誇張了 她之前就很誇張啊 對 之前已經是美胸天后了 你知道我們家就是一個你知道 牛奶生產工廠 我每天就是這樣 我每天就這樣擠奶的時候 都看我然後 我真的覺得我很像牛耶 是 其實呢 除了媽媽辛苦 當然在旁邊陪著爸爸 也很辛苦 歡迎這位好爸爸愛里克思 謝謝 你可以聊話題好多喔 對啊 我剛剛在想 你們有沒有要生第三胎啊 我覺得有考慮 我有想 我覺得永賢也有想 可是我覺得現在我們的環境很難 幫忙帶小孩的人手不好找 自己本身帶兩個小孩 就已經很忙了 然後我覺得說你要帶第三個 我覺得經濟上 其實不是很大的壓力 因為其實人家說養小孩很貴 其實我覺得養小孩不會貴 看怎麼養 對 看你怎麼養 另外一個是說你小孩 他就是尿布跟喝奶 他沒花多少錢 對 只是我覺得那個 你要給小朋友的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你分散了 你要工作 現在以前媽媽們都待在家裡 媽媽現在也要出來工作 我覺得這是很難 很難找人來幫照顧你的小孩 我覺得這是大環境上 我覺得台灣已經有進步 可是可以更好 這個環境更好的話 我相信會更多人 更多人願意生對不對 那當然今天這位 我也要恭喜他 應該是這個生意會越來越好 尤其在今年 是我們這個馬街醫院 婦產科的主治醫師 徐靜仁徐醫師 你好 大家好 我想今天主要來是來分享 我們一些消費者 對我們來說 大概消費者 好像消費者 也是消費者 大家一起在經過這麼 比如說血淋淋 或是這麼難過 這種生產過程當中 當然我們要負很大的責任 如果說沒有把你們招待好 當然對你們都是一些 不好的經驗 沒有 其實那個瞬間 我們都看不清楚你們的臉了 真的 已經透過了 我忘記了 真的喔 等一下自然產的舉手 這三位 沒有 全部都 剖腹應該三五分鐘就結束了 對不對 我 對 其實我好像前前後後 下麻藥到結束 就是半個鐘頭 因為我的醫生說 他要幫我逢美一點 其他人可以戴過 但他怕我會就是很見 因為 我很特別 我躺的床 上面是有白色的天花板 然後它是塑膠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反射 那在下麻藥之前 那個護士就問我說 亮才姐 妳想看妳的那個 生產過程嗎 那我猶豫一下 我想說 嗯 了解也好 所以我就說 那妳就乾脆 布不要遮著 我想看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 所以我是在 他下麻藥之後呢 我是一直保持清醒 到他完全縫合完 我看著他幫我縫合 然後出去這樣 好害喔 好害 真的好害 因為我有聽說過 那個剖腹產的產婦 就是說 就是下麻藥之後 就開始暈 有些人下重 可能還稍微 頭一撇還想吐 會吐 妳有吐 因為妳知道嗎 我應該算是 我本來想要自然產 我不是原本就要剖腹的 然後但是因為 我是催生了16個小時 沒有成功 才變成 妳就是那種 兩種痛都有經歷到的 但是很妙耶 大家就講說催生不成 失敗變成剖腹 就是所謂吃全餐 就前痛後痛 可是我超妙 我在催生的過程當中 其實沒什麼覺得痛耶 還是妳麻藥下得多 沒有沒有 在催生的時候 是沒有麻藥的 沒有無痛分娩 也沒有 那時候也沒有 那時候就是催生點滴打下去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多的痛就是 只有像月經來的悶痛 沒有像人家所謂的症痛 痛到 因為我那時候 工作的指數已經很高了 還是妳旁邊有Sake 沒有 然後所以其實 雖然前面那個痛 沒有到非常的痛 但是因為 我那時候已經16個小時過去 然後子宮頸就是只開一指耶 哇 那真的是 所以就用剖腹的 對 那妳沒有看到嗎 因為剛剛廖腳儀是說 有看到對不對 我是 什麼都很快 就是 因為那時候已經16個小時過後 她就覺得說 一定要趕快剖腹 因為我本來在37週的時候 就有胎盤鈣化 跟羊水過少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我是 又放過了育產期 然後育產期隔天回診的時候 她就說她建議 就是趕快來催生了 因為她真的不曉得 寶寶在肚子裡面會怎麼樣 所以其實我寶寶生出來 很特別的是 羊水真的很少 因為她的身體很乾淨 都沒有皺皺的 然後她就是好像 腳上穿了一雙白襪子 你知道嗎 就腳泡在水裡 腳底板皺皺的而已 然後身體臉都沒有 這個問一下許醫師 因為那個胎盤鈣化我沒聽過 那個是很危險的嗎 其實胎盤鈣化有時候或多或少 在我們化驗過程當中都會 它本身並不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況 很多像是 如果說你平常在抽菸 或是也許沒有原因 就是單純那個胎盤到後期 本身就容易蓋化 如果蓋化我們不當然 大部分我們會看她的養水量 跟小孩子活動的情況 如果說沒什麼問題 事實上是沒什麼關係 所以像她講 小孩都不皺 就是養水太少了 一般是比較成熟的小孩子 因為已經到育產期了 所以小孩子是比較熟的 已經放過期 然後養水又很少 她出來的時候有講話嗎 太熟了 太熟了 但是她就是我所謂的熟 可能就是她沒有這樣皺皺的 也不像小老頭 也不像猴子這樣子 對 就蠻漂亮的一個出來這樣 不可能這樣紅通通的 那真的運氣不錯 那鍾馨您是 懷孕的時候就已經 我其實是 我是去產檢 產檢那一天 然後醫生就說 來吧 那我們明天就剖腹好了 因為我的血壓降不下來 我從2點到4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 到醫院看到 阿姨涼血壓 我就飆高 我在家明明111 可是到那裡就會到150世紀 然後最後終於安定下來 到140也是高 然後醫生說 那我幫你內診跟看 他就說 你骨盆有點小 我說 我屁股那麼大 他說 那可能是脂肪 我說 哎唷 怎麼會這樣 然後她就說 那好吧 那今天住進來好 因為血壓降不下來 然後我說 這也太乾了吧 我說 可以不讓我回家整理一下行李 結果最後我就5點回去 8點就住進來 第二天 9點多就進去開刀 就第一刀 然後其實還滿快 阿姨我擦一個嘴 我那時候有聽剖腹的朋友講過 就是說剖腹的時候就會聽到 因為你還是聽得到嘛 有這樣 就是那個 羊水耳接在桶子裡的聲音 是嗎 我沒有聽到 沒有 因為大概 因為如果破水以後 那個水都會到包布上面 那把那包布弄濕 所以不會弄到 弄到那個盆子裡面 而且其實剖腹的時候 旁邊的醫護人員會很貼心 他一直跟你聊天 其實你聽不到任何的聲音 就是在一陣的那種就是 都聊什麼呢 我亂聊耶 聊什麼 就是奔心嘛 就是說待會兒 寶寶出來我要講什麼話 然後就自己就會去想一些什麼 那外面的公婆現在在幹嘛 我都冷靜 那樣好冷靜的產房喔 可是我的醫生會跟我講笑話耶 講什麼 我的醫生可能怕我血壓太高 然後就跟那個護士問說 嘿 你們猜猜看 為什麼狗在沙漠裡頭會死掉 然後就跟他變成是說 因為他找到電線看 他憋死啦 然後就這樣 然後過沒多久 他就因為我的那個產房流 是暖色系 是橘色 然後他有放音樂 然後醫生要問說 欸 這個是什麼歌啊 就護士說 這是那個義大利歌劇啊 然後醫生說 我不要聽義大利的歌仔戲 給我周杰倫 這樣就放聽媽媽的話 是喔 對 這個好 這個對笑好 就讓我很放鬆很放鬆 所以我是在笑的過程中 生完我的小孩 欸 這我有聽陳奕迅說 他老婆這個 自己有準備好音樂跟喇叭 因為他要自己選音樂就對了 所以你們還滿平衡啊 這整個的過程 小孩子第一眼 我們看一下這個 第一張Baby 這個是 是我的 好可愛 好 中心靈的老婆 那時候我終於 有一次我去隔壁 聽我媽媽跟阿姨講說 唉 好癢啦 好癢 現在漂亮 那當時 喔 賣雞 我就講 好 妳終於講出妳的真心話 因為其實她剛出生的時候 當然是小老頭 因為又擠壓過對不對 對 可愛 她多重 她3340 334 是38週生的 那算是其實正重的 對 醫生說就是跟妳很像 我說 她吃臭癌又胖嘛 然後醫生也沒有 沒有接下一句 沒關係 你們都可以再改變了 來 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是 她這個就真的是 從手指剛爆出來 所以我就說她其實 妳說是從產道出來 不是 從肚子裡出來吧 對 就是剛爆出來 因為她馬上爆出來給爸爸 算手指頭 腳指頭 有沒有正常 所以她這個就沒有特別在清醒 或就是 直接爆出來給爸爸看 之後再爆出去清醒 對 所以她真的很乾淨啊 對 因為我只聽到 因為那時候不是說 我們可以聽到 那個醫生講話嗎 所以那時候她就是從開到 說我們現在開始囉 然後現在寶寶出來囉 然後出來之後 拿給我看的時候 我就只記得 我看到她的時候想說 怎麼沒有皺皺的 然後就是兩個腳丫子這樣子 白白皺皺的而已 真的很早熟 這位是 也是我的 也是她家的 可愛喔 小兒子 對啊 那時候 香爸爸 這我的 好漂亮喔 我上面其實我們三個 全家服喔 第一張 這也是她剛剛接生完 然後護士在旁邊 稍微擦了一下之後 就抓過來拍照 對 其實好像 生出來並沒有大哭 是因為她要開始 親口中的繪物 這樣吸那個時候 然後小孩才開始哭 是不是 那分為我們小孩 生出來都要 她自然哭啦 因為這個哭的過程 會把這肺部裡面的一些水排出來 對 可是不見得 每個都會哭嘛 然後反而是有時候 醫生護士打她 她才會哭 平常上超過一個 如果超過一分鐘 沒有哭的話 我們就會擔心 就是她是因此 生產的哭氣 將來她可能會有 腦部方面的問題 可是哭真的好重要 因為我在生之前 我有問好多周遭 就是這些生產過的朋友 那她就說 我一個同學 她的女兒 她是真的出生之後 有三分鐘沒有哭 對 就很緊張 後來發現說 原來一直拍... 發現說她就 就是被那個羊水還嗆到在那個 就是石道中間這樣 所以我就聽到這 我就很緊張 然後我就在生產的前兩禮拜 每天都跟我孩子講說 嘿嘿啊 你啊 出來的時候 記得要馬上放聲大哭 不要讓媽媽緊張 就每天就不停的跟她講這件事 所以我小孩出來 一抓出來 她就...就開始哭 就還沒拍 以前是說 那個醫生會打一下屁股嗎 對啊 如果她這個不哭 我們有時候會刺激 如果打屁股 會捏捏她那個脊椎骨這個地方 偷捏她 所以有的會自己哭 對 我說沒有哭的話 不是就說要打一下嗎 打一下先嘛 不過其實我覺得 女人在生產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老公應該要陪著吧 你們三位有陪嗎 有 全程陪 我是本來自然產的話 她應該是要進去 但是醫院她如果是剖腹的話 就沒有 就沒有 對 我老公裝忙沒有進去 裝忙 裝忙什麼 逃避 老公逃避進產房 鍾欣麟獨自生產 女藝人生產的狼狽模樣 全程都豁出去了 你們心裡那時候 有沒有想要圈哪 我到時候在產台上 你知道屎尿其飛 然後人家說 那星光大道滿好看的 譬如說你的衣服 就是蓋在這個地方 因為有個格吻嘛 就是衣服蓋在這 然後你就覺得 下面就全身涼涼的 就全身涼涼的 然後就覺得 有一種 戴窄高陽的感覺 就像是那種電窄豬的感覺 然後這時候旁邊有個男生 老公應該要陪著吧 你們三位有陪嗎 有 全程陪 我是本來自然產的話 他應該是要進去 但是醫院他如果是剖腹的話 就沒有 就沒有 對 裝盲 裝盲什麼 因為我之前啊 在做陽眸串測的時候 我老公就一直在問我哥哥說 要不要進去... 因為我哥哥都講得很誇張 他說那個針帶有那麼長 情緒有帶那麼長 所以老公就很緊張 然後醫生說沒關係 你就進來看看Baby 然後針要擦的時候 你再出去就好了 結果他那次來不及出去 他就覺得不行被醫生變 所以這一次呢 他就非常清楚 那個四五個實習的那個護士來 就說那我們進去囉 我就說好 我就坐上輪椅 然後我就看我老公啊 我老公就在他旁邊 就這樣對護士笑 然後他們就說 那老公要不要跟我說 喔 應該會吧 可是你就看到我老公 在整理 醫院的病床 譬如啊 醫院病床 然後他檢查 他在幫我弄醫院的病床 弄床 對 你說你在忙什麼 對 我就不想逼他 因為我知道他可能害怕 因為他一直一直很害怕 是 他一直很怕一直問說 這樣子進去好不好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就知道他害怕 但是我就沒有逼他 然後護士就一直問說 醫生要不要... 那個老公要不要跟我說 喔 等等應該就會吧 結果他就推我到手術室 往後看 媽 全部都沒有人 然後他們就說媽 老公跟我說應該沒有吧 對 你也滿看得開的就好了 對 我想說算很難 也不要逼他 等一下 他在忙啦 對 真的嗎 他也小忙 他在全婚倒反而更麻煩 他在整理我的病床 真的 艾利克斯兩胎都有陪 都有陪 那個心情是什麼 而且你在旁邊到底做了什麼事 我覺得那種這種機會 你不行 不能錯過 不能錯過 這是你的小孩 我覺得我應該要進去 不管... 因為其實我中間也在想 我是不是不要進去 可是我覺得說 我小時候以後 我長大了 小朋友長大了 有一天我跟他講說 我不在 你不會覺得很怪嗎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進去 那我進去 我第一次就是很緊張 我第一次超緊張的 然後就拿著一個DV 左手拿著DV 右手拿著相機 數位相機 好忙喔 因為我覺得不要錯過 然後就兩個都在拍 兩個都在拍 我就站在我老婆的肩膀後面 可是你站在老婆肩膀後面 一點都不精彩 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你就換位置了嗎 可是醫生叫我站在那邊 因為醫生是腳這樣子的嘛 醫生就對著你老婆 然後你就站在她的後面 然後我就覺得 我在站在後面 我覺得好無聊 所以一開始我是站在老婆後面 什麼拍不到 然後我就開始躲到旁邊 好勇敢喔 可是旁邊也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把手這樣子伸出去 這樣子拍 你就看那個 因為LCD螢幕 你還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覺得這個角度不好 最後我就站在醫生後面 真的嗎 我就站醫生後面 我弄得精彩了 但是站在醫生後面 那個拍出來之後 還可以回顧嗎 對啊 醫生後面真的就是... 你可以告訴我媽媽會很好奇 因為我老公也沒有站到那裡 所以他一直在我旁邊 站在醫生後面真的就精彩了 因為好多東西出來了 好容易 不只是一個北批好的東西 我們有大便嗎 有開盤嗎 什麼都有... 大便 小便 什麼東西 開盤長怎樣 紅的 灰 紅的 黃的 灰的 灰的 什麼東西都有 就可以圓盤狀啊 就是像灰灰白白 紅紅的這樣 對 像大的一個袋子 開盤是一個很大一個袋子 我們自己都沒看過 對啊 就像熱水袋那樣嗎 對 像熱水袋 然後這個白色 薄膜裡面包著一個紅色的 你真的好棒 你還可以這麼詳細記住那個人 我記住啊 開盤出來幾乎跟Baby一樣大 真的嗎 很大一個東西 是 小孩先出來 對 小孩先出來 開盤才出來 然後開盤才出來 然後開盤就這樣 啪 然後 開盤外面是白的 可是你打開的話 裡面都是紅的 你打開 很紅 然後那個DV裝進去 帶回家 打開 你動手 越動越多 醫生給我看啊 他就... 因為醫生很... 你好像去上那什麼生理實驗課 他就說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然後剪了那個... 剪了那個氣袋 剪了那個氣袋 然後跟我講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然後我就全部就這樣拍下來 後來就要縫嘛 對 他把它縫起來 然後縫的時候就聊天 然後就跟老婆聊天 他就在看他縫 因為本來是... 本來寶寶出來的時候 就開始有點撕裂 是 然後詠賢就說要剪 因為他說要好看一點 他說這個要剪 要剪 然後醫生就拿那個... 其實一開始寶寶要出來的時候 那是哥哥 要出來的時候沒有流太多血 是一剪那一刀就好多血 是往... 鏟到往下剪對不對 直接這樣 他就拿一個就很... 就像剪... 剪那個臭豆腐那種嗎 他一剪 就好多血喔 快要就不餓了 好血淋淋喔 對 我跟你講 因為其實比如說局部 醫師我們還是自然產 可是還是會有麻藥嘛 我是在整個... 因為陣痛太痛 那時候你根本顧不到下面了嘛 然後我們就一直閉眼睛 剛剛一直... 這塊裂開 然後等到小孩抱過來的時候 我就有感覺 就是我血液餘光瞄到 然後那個醫生就開始這樣 瘋啊 然後你的感覺好像 那不是你的皮 因為已經麻掉了 那可是你有感受到線的牽動 這樣子一下 但不會痛 就是被搖晃的感覺 對... 他在幫你瘋 然後他說... 最後一針是你老公的喔 哇塞 你去瘋啊 近一點是不是 最後一針 講這話是說幸福啊 往後說... 然後往後說幸福最後一針喔 對... 艾莉克斯算是大膽的老公 徐醫師應該看過很多老公是... 其實很多人看到血就怕 有些生日會暈倒啊 所以一般... 夏可麗 夏可麗有拍V吧 他的那個DV是這樣子的 然後到最後他... 因為他快昏倒了 然後... 那時候佳謙在生 然後他在拍 後來他就開始有點晃晃晃晃 你就聽得到 那個護士旁邊說 你還OK吧... 你還OK吧... 然後就全部... 因為他好像有一個醫生三個護士 然後兩個護士去幫夏可麗 幫他扶住 然後之後他就把他的那個V吧 就放下來了 那個畫面是斜的這樣子 倒下來 然後你就聽到旁邊就說 你還好吧... 然後他就... 他們把他扶到旁邊坐在地上 他就坐在那邊 是... 貪軟了 所以你比如說 那你就說有的是昏倒 有的是不是你知道 老婆還會很有力氣罵老公的那種 會啊 當然就是因為生產是很痛的過程 所以其實大家會抓 會咬啊 所以你手包過去他可以咬下去 咬啊 對啊 這樣咬 其實艾克斯算是真的很勇敢 對 真的勇敢 不太敢讓先生去看 因為將來 你有時候先生 看到小魚的頭從那個地方出來 將來有時候會對這個產生一些 有嗎 有失去興趣嗎 艾克斯 沒有 沒有 這是一個特邦的老闆 其實居然還看過有人在產房裡 是拿槍啊 對 其實因為... 對 就是說有些其實 因為帶產的過程很長 他從開始痛 那到最後大家是進去生 但是在痛的過程當中 有些媽媽就已經受不了了 爸爸看到他這樣他會很心疼 或是說他跟也不了解那種情況 然後我們以前是遇到一個... 當我學長 我們在同...一直在談謀的時候 那...那個爸爸就覺得不滿我們的處理 他就把槍拿出來 真的嗎 然後他射了一槍 但是剛好從那個... 我跟他旁邊說... 好可怕喔 這也太過分 對啊 我很不想看 還有這種槍擊世界 然後咻 要躲那個 然後還要繼續... 來 醫生被射到怎麼辦 誰把你身上一個老婆身 對啊 他自己來身嗎 他只射了一槍嗎 他射了一槍啊 對啊 示威一下這樣 不過其實真的 我覺得對女藝人來說 要生產的話 可能還有一個美感 就是你們心裡那時候有沒有想過 天啊 我到時候在鏟台上 你知道 屎尿其妃 然後人家說 那星光大道滿好看的 你知道 你就... 可是你必須要放下那件事 會不會可以喔 其實那時候已經根本不管了 因為我在等於是 催生的過程當中 已經不知道內診幾次了 你知道嗎 整個過程當中 護士就是一直來 我現在要進去幫你內診喔 其實那時候已經管不了 這麼多了 根本... 不是 你也沒有辦法 去顧及你的形象啊 什麼尊嚴啊 就是你知道 其實產婦是沒有尊嚴的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老公也是站在那邊啊 每幾分鐘就有個護士進來 也不是講話的 就進來把那個背拉起來 這樣手伸進去 對 你就站那邊 嗯... 好 哈哈哈哈 對啊 老公也不要嚇失 對啦 像我另外還有那個護士 要幫我們剃毛 對 比如說到產房的時候 你就是在那個床上的時候 真的很像那個外星人的床 然後你就在那裡 然後譬如說 你的衣服就是蓋在這個地方 因為有個格墓嘛 就那個衣服蓋在這 然後你就覺得 就全身涼涼的 然後你就覺得 哇 有一種 就像是那種電宰豬的感覺 然後這時候旁邊有個男生 就是好像是助理醫生 可是他站在我旁邊之後 我就發現有人開始幫我剃毛 我心裡想 是你幫我剃毛 因為男生耶 我心裡想算 老娘反正下體 都被人家看慣慣了 你怎麼好怕的啦 對 你知道經歷這些事情啊 對 可是到最後你就覺得 心意也就什麼沒有好怕的 是 所以台房裡面有男生啦 就是他醫生之外 還有一個男生的處理 所以也許是住院醫師或是事實 你們都有嗎 還都是女生 沒有 都女的 我們也是女生 我們只有醫生一個是男的 對 那我覺得很奇怪 假如是老公在 又是個男生幫你剃下面的毛 我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搞不清楚 是他剃還是別人剃 可是醫生都是男的 男醫生也都看光 對 只是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自然生的話 通常都是護理人員幫忙 對 但是如果是開刀的話 也許有一些住手的醫師是男生 而且不管你說要剃得還不錯 開刀就是把這個 陰毛這個地方 因為本來是在傷口那個地方 它是比較下緣的 有沒有開刀會不會比較低的地方 因為它是在比基尼線的下面 對 那怕不準 而且那個剃毛不是一次而已 是你之後傷口在癒合當中 你會剃好幾次 要不然那個傷口會不好貼 或什麼的 所以在那段時間 我覺得最沒撐嚴是 在康復的那一個月 就是你如果是開刀生的話 後面的一個月 它要不斷的換藥什麼 就是每次來就直接翻開來 然後就開始幫你剃毛 然後幫你換 在醫院幾乎都是這樣了啦 那你更別提 我們後來要去月子中心 要擠奶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的兩點 也幾乎都被大家看完了 對 對不對 而且大家有時候 推門進來看到是 它正在被那個這樣 幫浦這樣 然後 就是他就有這個形狀 然後說 今天怎麼樣 然後你要好像 熱無其事說 狀況還不錯 有沒有 但自己還要 其實擠奶這件事 對你們來說 可以有先發言 妳是要擠嗎 不是 只有我們有聽過 江湖傳言 有時候比如說 A跟D cup比起來 說不定A cup的乳汁 還比較多 對不對 許醫師 大小不是問題 對 大小不是問題 上帝知道人 一定會讓你有足夠的奶水 是 所以這一開始有沒有很痛 剛開始要通的時候 那真的非常痛 然後尤其我覺得 我本來是要自然產 然後後來變皮膚產 然後皮膚產的 術後的那個痛 真的也是很天殺的那種痛 那個要痛多久 術後 第二天要下床最痛 我真的巴不得拿刀刺我自己 太痛了 我覺得最痛是小孩抱過來 他吸你的 然後他又踩著你的傷口 邊踩 邊刺 史上最強產步 吸通乳腺自己來 小老公幫你吸 但是那時候我其實覺得 有點不好意思 我覺得小老公抱一些 你對老公不熟 還是覺得盡量不要麻煩到他這樣 因為我覺得很尷尬 然後到最後想說那怎麼辦呢 然後小朋友又不能一直叫他來 或幹嘛 幹嘛 然後想說那怎麼辦 我想說我的胸部平常就大大 然後會下腿 我想說那自己試試看 是不是試得到 結果 你怎麼 媽媽媽媽媽 大家說什麼媽媽有產後憂鬱 當然在這個科學上來講 是他會有這個荷爾蒙的變化 一些荷爾蒙的變化 第一個是這樣子 但第二個就是 我生完我沒有辦法休息 我開始用 然後想要挖... 一開始如果你沒有按好的話 我們那時候我會按了三四天 然後每按一次 一天大概按四五次嘛 每按一次的那個痛 就像是你比如說是 膝蓋去撞到櫃子 有一塊藕車 然後你要把那個藕車按開的痛 我覺得那個痛很像啊 就是你如果雷纏 摩托車雷纏完之後 不是我有組織液嗎 就是那種黃色的組織液 然後有人拍到你的傷口的那個痛 非常痛 變極的痛 你知道我都覺得自然纏的痛 我可以忍 可是我那時候坐月子中心的時候 我連按四天的時候 我是大哭尖叫到那個院長 經過說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太痛 而且我就胃球就說 快速我不要 我不要忍受那麼久 所以 請兩個護士同時按我 你知道那個眼淚就啪 這樣飛出來 你看得到你眼淚飛出來 很痛 然後我就說不是已經結束了嗎 怎麼還有這個痛 沒人告訴我們 就是擠那個乳腺要通 然後那個乳頭的那個要通 中心靈體 可以喔 擠那個乳頭好通 對啊 超通 尤其就是出乳 其實就是先幫你通旁邊之後 通到中間來 然後就直接從你的那個 花灑 那一頭的地方 這樣給它擠出來 然後你知道 因為出乳非常非常濃稠耶 然後一開始根本沒辦法用 所謂的什麼擠奶器 它就是用手 這樣就要用手擠 捏住那個頭的地方 然後用針筒收集 一滴一滴一滴的收集 所以我就說為什麼出乳很珍貴 你真的能夠明白 因為可能有些人急急急 一直在不斷的捏那個頭 才能夠收集集 很痛 然後後來就有護士建議說 就是別人幫你吸 對… 可是我的小朋友 其實他的吸力很強的 所以變成說我第三天 哭的一滴 小朋友吸力超強 他吸力很強 然後他一直在找乳頭 他沒有辦法吃 他吃不到 因為我沒有什麼奶 所以到最後我就 第三天的時候 我就邊哭邊睡覺 哭到枕頭都吃 就是因為我發現 他吃不飽我沒有奶這樣子 對 他就變成媽媽哭小孩哭 那種畫面有多慘你知道嗎 然後人家就說 如果真的不行 交老公幫你吸 但是那時候 我其實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我覺得交老公不好意思 你對老公不熟 那沒有還是他繼續在整理病床 真的嗎 因為我還是覺得 還是覺得盡量不要麻煩到他這樣 因為我覺得很尷尬 然後到時候我想說那怎麼辦呢 然後小朋友 又不能一直叫他來或幹嘛幹嘛 然後想說那怎麼辦 我想說我的胸部平常就大大 然後又會下垂 我想說那自己試試看 吸不吸得到 結果我 我真的 我最後就老娘聽了 我就自己吸自己的乳頭 因為我都沒有奶 真的啊 我自己吸 我怕你 重點是 我還是沒有奶 我就沒有奶 你自己的吸力 應該也沒有小孩子的嗆 然後我自己吸完就覺得好憂鬱 我就開始創作就超憂鬱 我就開始哭了 我就一直哭 我跟你講那個產房裡 當然除了有人來探的時候 你會稍微 你看好可愛啊 恭喜啊 這樣 走了以後你知道 那個夫妻有時候關那邊要關40天 你知道那個氣氛 我的朋友有曾經就是 因為擠痛嘛 我剛剛講了 已經一個禮拜再痛了 好不容易擠 開始有奶水 一開始都不多 比如說25 25 然後你還拼力24的時候 你還想我再積一點 再積一點 對…25你要湊個整數你知道嗎 擠完了 老公出手出手 不小心打翻了那瓶奶 我也對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瘋了 那老婆就哭嘛 那個老公哭 兩個都在哭這樣子 所以徐醫師 其實產後憂鬱 是不是有很多次 因為這樣的狀況 有些就是因為 當然我們也是鼓勵說 做新生生 其實要盡量去協助太太 做這個養育的工作 要不然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說真的 實際上小孩子這種 剛剛出生這個 他的位置又很小 他一個彈珠這麼大 所以你25CC 大概已經夠 大家吃好幾天了 所以大家並不去 就擔心說 自己的奶水會不夠 有時候是自己覺得說不夠 但是事實上小孩子還是夠的 有人提供很多方 什麼魚湯 什麼什麼豬腳花生 我覺得都抵不過 一個好好的睡眠 所以那個時候 我會跟醫院中心說 你先讓我睡一場覺好不好 我這樣半夜 深深深到早上 然後頭昏眼花的 然後沒睡飽 小孩就不斷的推來 我說我先睡半天 他再過來 然後我後來第二胎 我就比較從容了 因為第一胎就會被逼著說 你一定要洗... 然後我壓力就很大 我反而從容之後 睡飽之後 奶水變多 然後他們就會你知道 護士有時候會給壓力 那月子中心 他說 哈里太太 你是這層樓的第二名 然後有一個第一名 他每天可以多少吸吸 真的嗎 補充補充 你就開始加入 那個戰鬥的行列 你知道 會不會這樣 中心平那時候是不是有點 我覺得我很慘耶 我其實就是那種 我有一天好不容易從中午 因為我中午12點出門 到晚上12點 那一次我整整12個小時 沒有擠奶 那一次我有擠出150 我就忍不住拍照 因為這是我最多的一次 剩下我大概一次 大概只有擠50到60 或是頂多就是讓自己睡一下 再起來拼到90這樣子 所以當我半夜的時候啊 打開門拿著我的50CC 三分之一瓶 然後在月子中心 然後那時候燈又暗暗的 因為半夜會燈暗的 然後走走走 走到那個母乳的集中瓶的地方 然後放上去之後 看到圓圓一個很瘦的女生 也沒什麼胸部 然後拿了兩瓶滿滿的 就這樣子 對 對 那是 孕婦的戰場 然後就覺得 然後就滿滿的寫200色 我就覺得 然後就寫50的時候 我就開始找前面有沒有媽媽 看到30的 就覺得哇 有人跑小這樣 然後就放上去 就覺得好可憐 然後就看到媽媽走 就好 好想把她的母乳打開 塞到我的母乳 真的假的奶 沒有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 嬰兒很奇怪 我那時候就是差不多上班之後 我也沒空級 他就慢慢少沒有 結果我的一個朋友 他那時候也剛生完 他就說那你要不要喝我的 我想說把我兒子 充滿三個月 我就跟他要來冰凍的 一解凍給我兒子 我兒子喝 我會這樣 就是嬰兒臉 還會這樣 這樣 就是跟他之前喝的不一樣 奇怪媽媽媽的味道 奇怪媽媽媽的味道 不過那時候 老公陪坐月子的時候 艾莉克斯 你看到他最辛苦的是什麼 你在一個月子中心裡 不管現在是多豪華 你還是關在一個房間裡面 真的 但永賢有洗澡洗頭嗎 永賢很奇怪 一個外國人 然後來台灣的時候 人家跟他說 坐月子坐月子 他根本不鳥人家 後來懷孕之後 就很多媽媽跟他說 你一定要坐月子 坐月子也會改善你以後的 這個什麼 全部的一個狀況 然後你坐月子的話 也對小朋友好 然後對你好 然後坐月子要什麼什麼 不洗頭啊 什麼東西都不行做 後來永賢就說 好那我們就去坐 他試一試 然後他覺得說 假如我要坐月子的話 我就要從頭坐到底 我就是要完全乖乖的這樣做 然後我們就很奇怪 就到了月子中心 他就說 我說你真的不要洗頭啊 他說不行 我說你攜帶也不行 我就用那個布擦一擦 後來就擦 好像十五天 他沒有洗頭 我也是 他最後自己忍不住了 因為他覺得說他的頭髮太油了 太油太臭了 因為最後一次洗頭是進廠房之前 然後你在醫院待了兩三天 而且你生產又是 然後在月子中心 後來我就說你要不要洗一洗頭 他說不要 他又過了一天 他說他真的忍不住了 然後他就進去 他就用那個毛巾這樣子擦 弄一弄 然後他就全部在很熱那個房間裡面 然後全部吹乾 他才出來 然後很乖的他月子餐都吃什麼 麻油雞啊那些 你說的什麼 鱸魚湯啊 什麼湯呢 他也不出去 然後到了第24、25天 然後護士就進來就說 哇 詠欣你好乖哦 你是這裡面最乖的一個媽媽 歡迎詠欣就說什麼意思 他說你都沒有出去 他說這不是坐月子嗎 不是月子中心 他說他說 不不不 全部媽媽都出去看電影了 然後第三了 然後有人就說 是這樣子啊 他以為坐月子就是要傳統的坐月子 然後他發現全部月子中心的媽媽 到了第一個禮拜、第二禮拜 都有洗頭髮出去吃飯 然後去看電影 後來那天晚上我們就出去看電影 對 產婦喝麻油雞 出身而呼呼大睡 我們只有騎一個坐月子阿姨來 你們有忍到幾天 沒洗頭 我不乖 第幾天 我七天我就洗了 我也七天 因為我覺得太強 因為我是油性的 我幾乎都看我脖皮變成101 一直抓 我其實也是到大概第十五天 因為我已經發現 我第十四天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 就其實那兩三天 到第二個禮拜 已經開始 誰受得了 已經癢 已經癢 你知道嗎 癢然後我就覺得 我癢去抓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東西 掉到自己身上 而且頭油又臭的話 你會影響到小孩 另外一個是老公也睡在旁邊 你也聞得到 因為我們也睡在葉子中心 我說你要不要洗個澡 對 中心裡你呢 我也是忍七天 七天受不了 你看我其實平常是一天會洗兩次頭的 對 所以譬如說忍七天 我已經忍到不行了 然後忍到最後發現自己 刮自己的頭 發現會有白白的 我就覺得 對啊 那頭蜜蟹有多油 對 然後我就去葉子中心 他們號稱 就是裡頭的水是煮過的 對 所以我就去洗 對嘛 就最後的折中辦法就是說 因為浴室裡面有暖氣 然後我們再把它吹很乾 再出來 那徐醫師你本身是西醫嘛 你贊成說 四十天不洗頭這一次 其實真的是古代的時候 因為古代因為沒有這種吹風機 那因為當然孕婦 產婦生完以後 其實全身的毛細孔 它會比較 尤其我們說比較開 所以有時候你比較容易受寒 那現在是沒有關係 反正你洗完頭 就把它吹乾 或是你在有暖氣的地方 保暖的地方 那都沒有關係 那你出外的話也是 大概也是 病不需要 可以都完全不出門 你可以把自己保暖 穿上衣服 穿上比較厚重的衣服 再用出去 這樣都會比較好 但其實現在的新手父母是這樣子 這在月子中心還有人幫忙 最痛苦 我那時候聽魏思黎跟欣怡講 這個就是從月子中心移回家 回家最近 好可怕 到現在應該都沒睡飽過吧各位 我有睡飽 為什麼 因為我家小孩其實 我現在可以講 但是人家說呢 就是在你的小孩面前 面前不能嘔嚕他 對 因為他說小孩會小氣 你如果說越嘔嚕他 他就會倒退嚕 然後他那個狀況 就會越來越糟 所以我在他面前就說 哎呀你好醜你好壞 然後他就會越來越 真的真的 就是相傳到香港 就我香港婆家 他們也覺得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你的小孩 晚上不會起來喝奶嗎 我 他還有燕奶 可是他晚上起來 他是那種 嗯嗯嗯 我就起來了 因為他不會哭 他是用那種 嗯嗯 就是聲音的方法 一一啊啊這樣子 對 而且他其實就是 其實他起來得很平安 然後我只要聽到聲音 我先把他塞個奶酒說 你等一下 我還可以慢慢的去上個廁所 洗個胸部 然後喝個水 喝個牛奶 因為這樣滷汁比較豐富 然後全部弄完大概半小時 把他奶水拔掉 他就乖乖的就洗 沒有幫他打嗝嗎 有 就是吸完之後 因為我是躺著胃的 半夜躺著胃比較好嗎 一定要拍打嗝 因為躺著胃你看 可是他快就打嗝嗎 他 還是你先生在打 我先生會半夜起來 然後就守著那邊幫忙這樣 我拍這個 我們這邊都快扭傷了 我覺得是最辛苦的 媽媽手 就是媽媽手 因為每次那時候泳錢他就餵 他餵完了他就丟給我 他說我的工作做完了 其實他打嗝最累 因為他覺得 我半夜兩點鐘要起來 你也半夜兩點鐘要起來 你不行餵你就打嗝 對啊 因為分配工作 然後他就把鼻子丟給我 然後打嗝 因為餵奶你還可以躺著 就躺著 媽媽就睡的 他就這樣吸 吸完他就把它遮住 他就把寶寶放過來 然後打嗝你不可能躺著 要做證 所以我要把它抱起來 然後我覺得我記得那時候 Rider在剛回來的時候 第一個禮拜 我覺得是最痛苦的 因為他真的不打嗝 你就一直拍 有時候拍十分鐘二十分鐘 那時候那十分鐘 在晚上半夜是很累的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還固定 我就有一個 我家裡有個角落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可以靠的 然後我就不會跌倒 因為太累了 我就這樣靠的 然後我就斜的 我就可以這樣子一直打嗝的 因為我會慢慢越來越累 因為第一次 有一次我是靠的一個 就是一般的牆壁 然後我睡著了 我跌倒了 我抱著兒子跌倒 他那兒子怎麼 沒有 我是抱著他 我自己跌倒了 所以我就想 我一定要在一個角落 不可能往左邊有沒有晃 我就把我自己掐在一個角落裡面 這樣子打嗝 然後真的有時候十分鐘 忠寅打嗝 嗝 好 終於 而且好像聽說 中心裡的小孩愛哭是嗎 我的小孩好棒 我回到自己 好棒 回到媽媽家 我坐一直中心坐完 就回到媽媽家 本來打算待十天 我只有在媽媽家待了一個月 因為我發現我不行 因為怕半夜啊 狂呼 十二點餵完奶之後 你想說可以把他放上床 你就想說憂他一下 他就開始狂哭 好 哭哭 終於安定囉 他快睡著 大概已經一點多了 就放上那個床 經過那個嬰兒床的床ARON之後啊 就放下去那一下 他的影子就噔 relations 然後就是這樣 你會一直呛呛... 就這樣 有一次 終於到早上五點 他就一直哭 就這樣到五點才睡 哭五個小時 它... 那完之後呢 lowers our mouth 換我說 我邊睡了邊哭 我想五個小時已經夠精彩了 有一天啊 十二點 哭到下一餐四點的時候餵 餵完之後繼續哭 哭到早上六點半 六點半之後我就跟我媽說 我媽就來我就狂哭 我媽說 這樣我去煮麻油粿好 我媽沒辦法她就煮麻油粿 然後去買油飯 就開始去拜祝生娘娘 我們就去偷祝生娘娘的香灰 然後去請媽祖收乾燥 這是一些迷信的方法 可是我自己就覺得寧可欣其 然後拜床母 然後就是洗那些麻糬 幫他淨聲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這樣子 他就一直哭 有比較好嗎 有比較好一點點 我老師說他 他做完這些儀式之後 他有一天就是哭 哭一下下 然後睡了三個小時 那三個小時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我 天堂 對 從生以來啊 然後到那時候 是睡了唯一比較久的一次 我覺得你幫他養成一個習慣 像我懷孕的時候就住 就是每次都會給他聽那個 小鱷魚裡面的一首歌 那那個是比較 就是晚安曲 然後結果他出生以後 我們就算帶他出國 我們都給他放在那個 比如說有個iPad在旁邊 對 他一聽他就睡得很穩 我從兩個月開始就給他聽莫札特 那一直到五個月說要換貝多芬 我發現小孩他自己會選音樂 對喔 當我換就是之前他聽聽聽 五個月開始太動了嘛 他聽到小星星 他開始會跟著打節拍 他就會有那種 就是可能五次有兩次中這樣子 他就跟著節拍 踢你的肚子 當我換到貝多芬的時候 他不踢了 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家小孩是喜歡小行星 好 這件事情一直到他出生之後 在月子中心 他只要每次一步安穩 吃奶就是可能把那一醉 吐開啊或是什麼的 給他聽小行星 他就整個打節拍 然後心情就很好 對 小朋友我覺得他們會認的 會認 因為那個那時候永恆 你們一樣嘛 你們兩個懷孕第一台的時候 永恆在做瑜伽的時候 就有一個瑜伽老師給他一張CD 然後這張CD有一首歌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可是永恆懷孕的時候他就放他 懷孕就停 他就一直聽 聽了差不多六七個月 然後現在出來 出生的時候 每次讓他睡覺的時候 我就放這首歌 這個CD就可以 到現在他五歲 一樣 我們現在放在車子裡面 每次上車我叫我兒子睡覺 他說他不睡覺 所以你剛才說快點睡覺 他說不要 我說要放CD囉 他說不要 不要 我就按 對 他CD唱 那邊一按 他就說不要 爸爸 打不直 對 這一首歌 這首歌好厲害 他只要放他就要說 不行 不行了 他會講話嗎 他說不行 爸爸 不要 不要 好可怕 你很習慣 這開叫 好可愛 其實像小孩在子宮裡面 像我們平常在講話 如果大家是孕婦的話 所以聽到的聲音 是那種轟轟轟的聲音 是 像做超音波 他就聽到一些比較尖銳的聲音 所以像你給他聽 像摩扎特 貝多坤 事實上對媽媽本身一些情緒 也會有一些安定感 我之前還聽過 就是譬如說用漱口的聲音 就這樣 所以他們就說 那是羊水的聲音 所以當他哭的時候我就這樣 蛤 我漱的啊 我都快那個沒氣了 他就 因為他的聲音 比我漱口的聲音很大聲 對啊 那妳試試看齊玉的佛經 我有試過 真的嗎 齊玉唱的佛經超好聽 然後我小孩就突然好像龜依這樣子 然後眉毛還抬起來 然後幫我這樣子睡著的 所以試試看 因為他的佛經的那個很氣勢 對 因為我媽就是他 就是其實我們家弟弟白天都還滿好睡 但他很特別就是 十一 二點吃完那一餐之後 就特別的很容易潛眠就會驚醒 然後後來我爸媽也是拿了一個這樣小小的 然後打開也是唱佛經的 就是給他轉小小聲 然後放在他的床的旁邊 他好像整個情緒就會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 我是睡覺現在給他聽那個恩雅 其實EG有 對 就是有那種很像聖經 對 它頻率不會有太高低氣 那個妳聽妳也睡著了 對 我就跟得上 大家一起來陪進來的睡 那我知道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老公會唱金劇給他聽 好 不要鬧了 太簡單 他會唸韻白給他聽 然後到最後他還沒睡 我就先睡 所以他不是在哭 他是跟著唱 只是你們聽不懂 會不會 請問一下許醫師就是說 有什麼方法 旁邊的人 不管是爸爸也好 或是家人 可以幫助產婦 就是克服這些憂鬱的情況 其實當然一般來說 其實很多就是因為你 一生完小孩 也許到住宜子中心 就是你們兩個 一直相處40天 所以當然第一個 你要為自己的情緒 找有點出口 有時候你就可以上網跟人家聊天 甚至打個電話去聊天 就從一些周遭的人去 在關懷你 對 不過我覺得真的是要有一個出口 有個過來人聊聊天 或許好一點對不對 所以像中心靈 你現在好一點嗎 你剛剛有說很想哭是不是 我那個... 其實之前的 回到家的兩個星期我都在哭 所以孔家蕙也是打電話給我說 你好嗎 我就說我... 我很好 我好謝謝你打電話 我開始狂掛 我說你不要哭 就這樣子 所以變成說有時候朋友的鼓勵 或什麼都會好一點 對 可是現在有好一點 就小朋友比較穩定一點點 可是看到人家的小孩很乖 然後奶水又充沛 你還是會覺得 自己怎麼回事 不一樣 真的每個不一樣 對啊 我知道親手父母都很累 但是其實大家就是有一句話就是說 看到小孩的笑容 什麼土都忘了 真的 天啊 我們要看一下 這個可愛的小孩唱歌 是... 我們家小朋友 嘉義的小孩是不是 都好... 對 魏姆魯也要心情好 他就會跟著心情好 好可愛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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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y hey... I say hey...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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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好可愛 對... 就是你常常保持心情好 你不要想說餵母乳 我就不能吃鹹酥雞 錯 你就什麼都吃 心情好就吃 對... 我覺得就是放輕鬆 小孩會感受到你的頻率 我生氣的時候擠著母乳 我會倒掉不用 對 因為比較苦 因為我怕小孩跟著生氣 好像有這種說法 說比較苦 對... 你說你先喝咖啡啊 小孩子就睡不著 對... 因為吃太辣的東西 小孩子... 小孩子到時候也是不想再喝你的奶 所以我只要喝茶 吃一點辣的 我就把那一次母乳倒掉 我那時候請一個作業者阿姨 來幫我們煮嘛 結果他居然就... 就用全酒煮那個... 那個燒酒雞 就是麻油雞 我跟我老公喝的都... 嗯... 我說很濃耶 然後那一餐... 對...